台北市沁城街與新安街路口建案工地 正在施作的連續壁工程發生塌陷 導致路面下陷一公尺 工程圍離變形扭曲 水泥車不停穿梭灌江 市長蔣萬安周六上午第二度視察現場 目前了解就只有在大家所看到地面塌陷處 這一側東側超過15公分 那在西側南側北側 目前比對的監測數值是正常 而且也都沒有地面塌陷 以及臨房傾斜的狀況 塌陷原因是連續壁工程導勾支撐力不足 使得旁邊路面下陷 經檢測塌陷處沒有瓦斯管線 其餘水線也沒有破裂 在連續壁完成回填之後 將展開路面回填 依照建築法規也進行了勒令停工 以及十方案的開發 那接下來我們會持續地監控整個狀況 所以我們會確定在基地內側的回填完成之後 然後各管線安全無魚 我們就會進行路面呈現的灌江回填 該樹工地尚未進行基礎開挖 而是在施作連續壁時發生塌陷 不過有異議員指出 過年前就有異常通報 蔣萬恩則表示 是否會全面清查 新唐人雅的電視程會摩台文台報道